投一條猜獎我們要衝百萬訂閱喔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趕快訂閱起來 他所謂減少就是要北京同意嘛 對 那北京本來的 北京本來的說法就是說回到原點 那回到原點是台北啊 因為你用台灣人民基本上也是 也是更改啦 那我當然不知道 大陸的態度是怎樣 不過就是說基本上 不是一開始這個 聽到了那個外交 中國外交部的說法 那他就說你只要改回台北 那就立刻又從代辦回到原來的外交關係嘛 那這一招 這一招我 我覺得就是美國跟立陶宛商量出來的 可是這個不是台灣啦 當然不是台灣建議的啦 台灣現在第一時間可能必須要辦黑臉吧 不過台灣如果也同意了那 立陶宛就 這個那大陸如果反對怎麼辦 所以總要有一點拉鋸啦 可是 我覺得這個關鍵還是中國大陸接不接受啦 因為中國大陸原來的想法不是這樣 那這個顯然不是跟中國大陸溝通的嘛 所以說立陶宛基本上 他現在大概也沒有辦法見到 中方有決策權利的人啦 因為代辦只有聯絡 聯絡功能嘛 所以基本上在立陶宛並沒有 比較高階的中國政府官員 所以就沒有辦法接觸嘛 但是偏偏立陶宛就一直在 釋放那個訊息 說可能我們要跟中方來談這件事情 因為前幾天 英國金融時報也放了一個消息嘛 說美國建議立陶宛改名字嘛對不對 所以跟這件事情就兜起來了嘛 那一般判斷 那可能是 國務院或白宮的中階官員的想法 那可是就跟路透社講了 那不是跟那個金融時報講 那可是白宮 事後就否認 然後立陶宛也否認 台灣也否認 那就表示還沒有定案嘛 所以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又傳出這個 所以坦白說啦 這個 這個官方否認都不可以相信 就非要看到最後的結果才知道 對啦 因為政府就是 通常政府第一時間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說謊的 不過他的講法是 大力有事實上在中國 持有相當大的部位 他是一直看好中國的市場 那一直加碼 那他在中國的 那個管理公司也已經獨資了 那基本上他就認為 習近平目前走的共同富裕 那會有助於中國的消費力的提升 因為中國過去還是有貧富分配的問題嘛 是 所以現在走共同富裕 然後他認為像類似這樣的一種 這麼大的路線 包括對相關的一些 產業部門的整頓 比如說房地產 或者是互聯網的壟斷等等 這個在美國是沒有辦法想像的嘛 美國事實上 互聯網的壟斷更可怕 那 房地產你說要整頓嗎 你金融業華爾街你怎麼整頓啊 而且現在兩個黨的兩極化越來越嚴重 那左的越左 那右的越右 保守派的越來越保守 所以他就對美國感到悲 這個悲觀啦 就是說 哎中國 目前至少他針對他過去的一些 很嚴重的問題 他在糾正當中 慢慢的在調整當中 他講的是共同富裕啦 對 他認為這個走久了 那 人民的 這個收入會慢慢接近嘛 那接近就有會增加整體的購買力啦 那因為有些人沒錢嘛 或者有些人 因為他可能要儲蓄啊 怕 還有包括 他可能那個社會福利的整個架構 目前也在充實當中 像這一些他認為長遠來看 對中國的 整個的經濟成長啦 還有整個的消費力 都是有利的 可是美國他看到了 可能都是往負面走啦 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嘛 比如說 哎 窮的人越窮 然後負的人越負 那窮的人有一些極端行為 比如說零元購啦 或者我們看到一大堆人 產生了一些思緒的行為 那甚至 左翼的人認為這些行為不用抓 不用糾正 那有錢的人呢 要求取消更多管制 讓他更能夠 為所欲為 那這兩個極端 他基本上就覺得美國 這個沒有辦法整合出一個 強有力的一個共識 而且這兩種力量 這兩個極端都各有支持者 而且那個支持的力道都越來越大 比如說 共和黨就更支持自由化 然後反對政府的管制跟干預 然後左翼呢 民主黨的左翼啦 也越來越大 對啊 那就對於那些窮人的 小犯罪啦 都認為就算了吧 那事實上就是整個秩序就在瓦解當中嘛 這個還沒有講到疫情耶 不總的講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 就會造成一方是有秩序的在往上走嘛 那一方是思序的在往下亂嘛 就這樣啊 他本來就是分各行各業 然後 就是權力在落實 他RCEP有一個網站 你可以上去看 事實上他寫得很細 他事實上有分一些行業啦 那甚至還有那個各區域的窗口 那 事實上就是讓 你如果是做企業的人 就直接上去看 你就知道要找誰啦 那就是很快的可以接上接軌啦 是 所以這個這個網站已經架構好了啦 那他現在只是說 有商務部發改委 還有央行六個部門聯合 然後提出一些指導意見嘛 是 那接下來就是 他要擴大人民幣結算嘛 對 那中國本來在RCEP的周邊國家 他很多本來就是第一大貿易夥伴嘛 那 這個 如果牽涉到他要買的部分 那那個 我覺得他當然就可以跟對方談啦 就是 有一些東西可以用人民幣來算 這個當然是有可能的啦 因為 他的交易額都是最大的 RCEP的國家他幾乎都是第一大貿易夥伴 本來菲律賓不是啦 日本應該也不是 那菲律賓現在應該也是 日本第一大貿易夥伴可能還是美國啦 那接下來就是中國大陸 那 我覺得這個大概是他全球布局的一環啦 因為人民幣要這個全球化 事實上也包括數位人民幣啦 這個應該就是他未來的一個長期的計畫啦 那只是說 RCEP因為是他第一個 比較 這個算是這個總量最大的 第一個多邊的貿易自由貿易區嘛 對 所以他就 直接就把那個金融的部分 這個貨幣的部分把它給接上 這個大概是第一個啦 就是說試圖把人民幣 把它結合到他的貿易區啦 以前倒沒有這樣做啦 現在的國際使用量也在上升啦 現在大概已經2點多嘛 在整個國際那個會市的 可是貿易的話 他以前都是簽雙邊啦 就是說我跟妳簽雙邊的貨幣的交換協議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多邊的一個貿易區嘛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新的做法 2月4號開幕並沒有觀眾嘛 我不知道他的英招如何死啊 不過 在華的外交官坦白說 他如果出來要在北京生活 你也必須符合防疫規定啊 不然你場所根本進不去嘛 而且他也 你不能沒有那個綠色碼啊 因為中國是用完全都是用這個 手碼 用數位在管理的嘛 是 你如果是紅 你沒有綠碼 那你根本就進不去某些場所嘛 所以我不知道 他們是說不配合 那你是要怎樣 你要如何生活 因為每個地方都有他的 不同的管理模式嘛 像這個跟美國搞那個 航班的熔斷 的對應模式是一樣的 怎麼說呢 因為中國就是他有他的 管理模式嘛 對 而且他的邏輯都很清楚啊 他就說 我就是用那個健康碼來管理 你對個別場所的進出 然後 那當然就一定會連結到你的定位嘛 比如說北斗衛星就整個是鎖定的 不然他怎麼會知道你去過哪裡呢對不對 那航班熔斷也是一樣嘛 就是你美國來的航班 如果有多少人確診 那如果是 我記得好像是十個吧 那就斷掉暫停幾天這樣 他那個不是只有針對美國耶 他是針對全世界的航班耶 他事實上就是科以責任嘛 要求你這個航空公司 你在出境的時候對你的旅客要做一定的管理嘛 這個就是一個制度嘛 那結果你美國現在變成是 惱羞成怒啦 你知道 因為你被人家驗出來 結果你有幾個航班被人家暫停嘛 那你就說 你在搞我啊 那我也要搞你 所以我也不准你的航班飛我美國 可是美國並沒有制度啊 比如說你不准中國的航班飛美國 那請問中國是帶來多少確診啊 恐怕很少吧 中國去美國的確診數應該很少 就好像那個最近從中國大陸回來台灣台山很多啊 那事實上確診的不多啊 確診大部分都是從美國來的啊 這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你美國現在等於是把病毒輸往全世界 然後人家只是說 我要用我的方式來管理你 而且他是一視同仁啊 我們台灣現在也不得不對美國這樣啊 現在我們入境旅客不是 你只要確診就一律送到舰潭 那個集中檢疫所對不對 我們以前也沒這樣幹啊對不對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你美國帶進來的病毒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中國只是在講 他的防疫的模式 是告訴你說我都是這樣做的 那你如果航班超過多少人 對不起你要停飛 要隔多少天 那作為懲罰 那你才會 改善你自己的防疫措施嘛 不然你對你的旅客都不負責 所以 我覺得美國現在就是 因為他自己防疫 問題很多啦 那他又拿不出一個 可以跟中國競爭的防疫模式 所以就變成用這種方式在回應啊 都把它政治化啦 那個也不是 外交部或總統府自己講的啦 說什麼我們會見到賀錦麗 不都是先這樣子嗎 透過媒體先放出聲音 那個就是綠媒在那邊 高度期待啦 那事實上就是沒有啊 因為外交部從未承認過啊 事實上我覺得他去之前 大概就知道了啦 因為 那坦白講也不是什麼 因為他打了高端啦 這個也是太扯了 因為坦白講 布林肯還不是一樣在見 俄羅斯外長 俄羅斯外長哪裡是 打WHO的疫苗 對不對 人家還不是打那個 俄羅斯的衛星疫苗對不對 Sputinic 那那個美國也不承認啊 那他不是照樣在見面 所以那個絕對不是真正的原因啦 真正的原因是 就是他 他認不認為跟你見面重要嘛 不過事實上 你看他那個 去的行程的安排你就知道了 只有在加州 而且只有兩個點 對不對 那也沒有 比較正式的官司訪問 都沒有啊 所以 而且基本上只去加州 你就知道他的政治性很低啦 所以 我覺得一開始 大家就看到那個行程安排就知道 你沒有去紐約 也沒有去華盛頓啊 你政治性能高到哪裡去 對不對 那行程一直就沒有看到嘛 那後來才知道就是 就是沒有見面嘛 那當然還有 比如說白宮會不會有 特別有人或者是國務院 特別有人飛到加州跟你見面 或者是加州當地 是不是有重要的參議員跟你見面 這個要再觀察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 請教官下召集令 支持中間的好朋友們 預期呼籲大家加入訂閱充數的行列 距離百萬訂閱呢 只剩下不到十萬的差距了 所以朋友們 讓我們一起按讚 分享 訂閱 讓全球的華人都看得到 音樂 感谢观看